今天立法院会将进行关于再生医疗法等朝野有共识的法案进行表决 不过朝野对于说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提出攸关花东建设的三个案子 依旧是没有共识 昨天行政院长卓榮泰在邀请交易以及交通委员会的民进党立委们参序的时候 也特别关心这件事情 认为说这个花东的交通建设应该要来审慎的评估 而且也被民进党立委质疑说这是两兆元的乾坑法案 因此卓榮泰院长就特别的关心 觉得这个法案不能一下子就通过了 那也带您来听到朝野立委怎么看 最重要的是这三大交通建设有没有详尽的专业交通评估 路线怎么走 它的工法如何 可行性评估 还评 还有原住民的部落资商 这些都是规划的前提 所以任何交通建设的第一步要有完备的规划 可是现在看起来三大花东交通建设的法案 在初步的交通规划上都复之缺如 所以你很难直接推演到下一步 今天政府这个词语啊 媚语啊 这个民间该有的基础建设民生法案 我想身为国会议员来推动 该让台湾交通品权生命无价 而平衡东西 两步的这个发展 这个都是国会议员应该要面对 也必须承担 也必须要来推动的 不管是台湾 不管是环岛高铁 还是国道6号的打通 都是以台湾高铁当时BOT的模式来推动 我们的条例 我们的条例就是很清楚 希望是国内BOT或国际BOT 因为毕竟政府的效能 跟民间的企业的集团速度 是完全不一样 政府做事情能拖就拖 好可以听到民进党团盖市长吴思耀 认为说这个交通建设 并需要进行缜密的评估 认为说这个前坑法案 不能贸然的通过 但是呢国民党团总召复婚旗 则是相当的不以为然 他认为呢 就可以比照高铁BOT的案子来进行 也否认这个是两兆元的前坑法案